我注意到了有关报道 截至今天下午三点 超过75万的网民参与了联署 呼吁彻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以便搞清楚新冠病毒的真相 此时此刻 参与千名联署的人数正在快速增长 我还注意到针对下一阶段病毒溯源最该去哪里 环球网也发起了网络民调 目前已有超过九成的受访者认为 下一步应付美国开展溯源研究 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这些民众媒体自发的行动 实际上是问出了国际社会长期无法得到的回答的问题 而美方一些人始终讳莫如深 请美方回答几个问题 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同电子炎疾病等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到底有何关联 美方为何至今还不邀请世卫组织赴美彻查德宝 在素颜问题上 中国去得 美国为什么去不得 美方应展现透明 有问必答 回应外界关切 近期54个国家就素颜问题 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致函呼吁 坚持科学溯源 反对政治操弄 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任务 要靠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多点多地进行考察研究 任何出于一己私利 背弃科学与真理 甚至鼓吹情报溯源 威胁打压专家学者的行径 只会严重干扰和破坏全球抗议合作 只会激起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绝不会得逞 民意不可违 人心不可欺 美方企图搞政治操弄 向中国甩锅推责 这早已路人皆知 美方应正视 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呼声 对公开信和网络民调内容 做出令人满意的交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